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秀玉特地邀请七堵区长 里长以及教育处等相关单位人员前往会刊检讨 甚至呼吁市政府政风处以及检调单位要介入调查 就是我们市府区公所的相关的承办单位提到说是厂商贴错了 那我觉得厂商它本身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单位 应该不可能会贴错 所以我们就是说要了解说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所以厂商这个我们里长跟厂商这边有联络到底怎么一回事 厂商说他并没有贴错 是工部门请他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刘滑梯的扶手 这是磨砂子 磨砂子是会造成这个所谓的流血事件 怎么会把磨砂子贴在这个扶手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离谱 那这个前后这个公务员说法跟厂商的说法都不一样 那这个是非常的离谱 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市府的这个政风处 包括我们是不是检调单位要调查 基督区公所方面表示会深刻检讨这件事情 上礼拜五永平儿童公园发生的那个施工 厂商施工的不胜 错误不胜的部分 那区公所今天已经进行了调查作业 那针对那个受伤的小朋友 我们也积极的到家里去去探视 那这部分我们区公所的部分 我们会深刻的来检讨 寻求以后的改进 当地永平里长黄曹家表示 目前已经知道有两名儿童流血受伤 已经和区长一起去慰问过 不过不排除有家长要提出国陪 另外也有可能还有其他儿童当天来这里游玩时也受了伤 家属的话尽量会跟他们安补一下 也会跟我们副议长还有区长去他们家里去慰问 我们之前在那个四八的隔天 我们已经有先去慰问一位家属了 我们是希望说以后这些设施的话尽量用好 因为我们这边永平里也蛮可怜的 只有剩这一座流滑梯而已 再拆掉的话可能会影响七都国小 这些幼儿园这些小朋友 还有里内的小朋友 有一些游玩的设施 再麻烦相关单位帮忙支持一下 副议长杨秀玉希望市政府方面谨述调查清楚这件离谱的意外事故 维护来这里游玩大小朋友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喂 119你好 需要什么协助吗 119情务中心经过报案问清楚地址 立刻前往救援 像这样作业流程每天都会重复派遣 但最近却有一通电话相当特别 估计搜索半定位40公尺 指讯及会在名表后重复一次 这通报案电话不是讲地址 而是不断重复同一组坐标 接到智慧型装置报案电话 一直重复经纬度 本科执行员立即利用经纬度查询地址 并派遣救护车前往现场 警务中心根据报案提供的坐标 查到地点是在基隆中山二路 85号附近 到现场一看 果然有一名老妇人倒在路边 机车和安全帽也在一旁 而且意识模糊 寻货一名长者骑机车跌倒受伤 救护车立即将患者送医 消防局事后调查 一名富人因为骑车摔倒被民众发现 但他身上智慧型穿戴装置 侦测到他身体变化 先启动了serial打电话求救 还好老人家送医急救 没有生命危险 只能说多亏了人工智慧 救他一命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道 车祸事故现场 小火车驾驶卡在车内 车头严重变形 无法动弹 消防队到场利用破坏器材 将六七岁蔡信驾驶救出 赶紧送医急救 我车里还有三个心脏的 而另外一辆白色主任车 车头引擎盖全毁 18岁驾驶没有受伤 另一旁女乘客受到轻伤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 就发现一部小货车 跟自小科车 还有那个车祸事故的状况 然后到达现场之后 有发现小货车里面 有一名男性的驾驶 受困在驾驶座里面 那由我们同门利用破坏器材 将驾驶做破坏的救出 案发在10号晚间 18岁蔡信男子驾驶白色轿车 载着两名友人 由滨海公路往旧方向行驶 再经过奥底路桥 疑似失速跨越对向车道 当场和小货车发生对撞 你说你当时的速度在哪里 70 70几啊 小货车驾驶 疑似骨折 伤势严重 幸好送医急救之后 没有生命危险 而白色轿车驾驶 经过九侧 九侧值为零 虽然台河线路幅较宽 但因为滨海公路有许多弯道 晚上视线不佳 若驾驶疏忽速度 很容易发生危险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市政府一楼服务中心柜台 11日起开放演唱会 公益票购买 有民众日前排队 没有拿到票 干脆花钱来买票 也能做公益 为了响应社会公益 市政府特别规划 500张的摇滚区义卖票 民众只要捐出1200元 给伊甸基金会 就可以获得一张门票 那时候市长有通知我们这次 想要响应这次 特别释出500张公益票的时候 其实伊甸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其实在各个的服务上面 我们所需的经费 除了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之外 我们其实基金会有一些自愁的经费 其实相对也是有一些些 需要社会大众一起来协助的 易卖票开放购买第一天 截至中午12点为止 就卖出了140张 其中市长谢国良 个人就认购100张门票 希望能够帮助弱势 也很感谢议会 大家都很体谅 所以这一次包括市府跟议会 我们都没有任何公关票 坦白讲是一张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的话 拿点钱做公益买一点票 然后这个如果有一些弱势朋友 什么想要看的话 我们再来协助他们 对不起我不晓得这个被大家知道了 伊甸基金会强调 若这500张的公益门票 能够顺利卖出 基金会将可获捐新台币60万元 除了感谢购买易卖票的民众之外 也承诺会善加这笔善款 记者黄壮明金融报道 大厨示范用全骨和没有精致过的杂粮 制作健康饭团 让现场所有人试吃 市长谢国良和市政府卫生局长张贤正也当场试吃 本身就非常重视健康餐食的市长谢国良 一下子就吃光光 高举大拇指称赞 吃冷饭团对不对 好 有没有口感市长 有 很好吃 为了推广高临友善共餐 让长者们吃得更健康 基隆市卫生局 特别针对有辅导的全市13处 有办理共餐服务的社区关怀据点 进行评选 最后有6处得奖 包括获得经典奖的太白社区发展协会 获得营养奖的中山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社团法人台湾喜性家庭关怀协会 和获得共好奖的五轮社区发展协会 永康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陈上城发展协会 并且在卫生局办理的这场名为 营养共享好时光成果展中 由市议员郭美秀陪同 接受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表扬 对手上做的这些参与 对我们长辈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共餐给这些长辈 那我知道美秀艺员 大家就是爱心共餐 过了好多年 12年 老大爸爸也有微微的参与 微薄的参与 那这个共餐不只是让大家吃饱 其实是要让大家更健康 我相信我们各位里长做这样子的目的就是如此 所以今天卫生局是非常荣幸 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跟营养师来跟各位来分享 如何的来烹煮如何来共餐 可以让我们的长辈吃得更开心吃得更健康 现在没有任何事情比健康更重要 平安跟健康是小孩爸爸体认到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内涵 所以在这边各位你们怎么煮长辈就怎么吃 那你们煮的健康 长辈吃的健康 我们社会就有幸福 所以你们的任务是非常神圣 卫生局更邀请营养师进行现场讲座 也请大厨示范 用全骨盒没有精致过的杂粮制作健康饭团 让现场所有人试吃 市长谢国良也当场试吃 一下子就吃光光 高举大拇指称赞 卫生局方面也准备健康杂粮馒头 和各项健康谷类范盒进行宣导 希望能够在全市各个关怀据点先行推广开来 记者吴运松 基隆报导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郑二代 不是酷二代 我投入选举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赖台湾 基隆启航 2024立委 恒请支持郑文婷 主要非白公 以为家的一边来下礼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看哦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因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公益协会常年关心金融地区弱势学童 理事长李略祥代理公益协会会员们一起投入安心就学的行列 希望藉由本次的一个捐赠活动 能够号召更多的三星企业人士 共同来参与 公益协会不只每年的一个安心住学的捐赠 也不定时的捐赠 例如海盗附中的营养午餐 公益音乐会的一个监管 主婚儿童之家 甚至我们协办 学校的夏令营 赞助自胜碑全国输华比赛 中山区民众服务社寒冬送软物资的一个捐赠 希望藉由本次的一个捐赠活动 能够号召更多的三星企业人士一起来参与 最后感谢邱里市长 各位里坚士团以及各位会员的一个支持 十二所校长们代为接受奖助学金 向公益协会及各方善心人士致谢 在里坚士们的一个支持之下 这次来捐赠我们有十二所学校 安心就学的经费来协助我们的孩子 我要代表我们金融市政府代表谢国朗市长 来感谢我们民营会长所带领的公益协会 对我们社会给予这么大的温暖 我想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各界的好朋友 都能够来共襄胜举 感谢金融市公益协会长期赞助 学校弱势学生的营养午餐的补助 还有学杂会还有急难救助 让学生在学校求学安心无虞 感谢公益协会持续送出温暖 鼓励学子们能够在求学阶段 不放弃任何的学习机会 也期待盛心人士能共襄盛举 让爱延续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建德国中密春中无马 舞者们以优美的动作和表情 表达了对春天的期待和欢迎 欢迎各位市民朋友 在这个礼拜五 12月15号的晚上七点钟 到基隆市的表演医术中心演艺厅 参观年度的舞蹈盛会 建德国中及仁爱国小舞蹈班的联合公演 那今年的主题是舞异新传 那建德中与仁爱小舞蹈班 会代表各种精彩的舞蹈 有民俗 古典 现代 即兴等 还有我们明年度要参加全国舞蹈比赛的舞马 让各位观赏到孩子平常努力认真 及活泼热情的演出 建德国中及仁爱国小两校的舞蹈班 历年来都在全国学生舞蹈比赛中 获得优异的成绩 今年也将展现创意 与各种舞蹈的技巧精华 欢迎有空的民众 12月15号晚上七点 到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欣赏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交接典礼上 在北区后备指挥部少将 吴莱毅尖交下 现任指挥官宋志强 将硬性交接给新任指挥官林宗次 基隆后备指挥官正式走马上任 进攻职守 报效国家 不枉费工厂 不满用能源 不营施武力 不受受贿赂 不为誓言 愿受最严厉之处分 领事 学士人 领忠事 总和民国 意大利12月 宋指挥官 他因为在这个地方 得利于各位顾问 还有各位同仁的协助 让他备受长官的肯定 所以临幽罚头到六都 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那这也是我乐见 当然不是每一位指挥官 都能这么获得肯定 像一样在北区的指挥官 他让我很感动 他的命令在12月1号生效 但是他依然的尽忠职守 在他的工作岗位上 我想他这个精神 让我非常的佩服 交接典礼邀请了议长 佟志伟 前市长张通荣 民政处长张云祥等 府会首长官吏 包括后备顾问 辅导中心干部 都应邀官吏 对线指挥官宋志强 任内协助基隆市防灾救灾 及推动全民国防 与会贵宾都相当赞赏 我自己本身也身为这个 仁爱区后备扶导中心的主任 那后备指挥部在基隆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跟部队 那这几年一直在协助我们的灾防 救灾等整备工作 那因为我们后备指挥部在基隆 是大概是唯一的一个营区 所以指挥官对基隆的协助 我想非常重要 非常感谢国防部历次 都派非常有经验 非常重要的一个上校指挥官 来到基隆 所以过去呢 后备指挥部是将军的编制在基隆 所以对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后备指挥部 那这几年说真的 每一次不管有雨灾 还是任何包含风灾等等的 我们指挥部都在第一时间协助救援 那我们后备扶导中心的所有干部 也都常常协助我们指挥部的这些官兵 来譬如说我们这个运送物资 还是提供这个餐点 在救灾给这些官兵的弟兄 所以我们指挥部的整体运作 在这几年非常的顺利 也非常感谢国防部 也感谢后备指挥部 基隆市后备指挥部呢 平常的工作在我们基隆市 不管是在我们灾害应兵中心 或者是预防灾害的工作 在指挥部底下 有下辖七个区的辅导中心 中心有主任下辖 各个医务干部呢 协助我们在国防工作上 民间的这个力量 所谓名利无穷 在这样力量的帮忙之下 很多我们在发生大灾害 小灾害的时候 都穿着我们国防背心 深入我们灾区 协助我们跟国军一起来救助 我们灾害地区所要救助的 相关事项跟人员 所以国防部后备指挥部 基隆后备指挥部呢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单位 正常交接典礼简单隆重 北区后备指挥部少将 吴莱义 期许干部们做好全民防卫工作 并对未来的教招和志愿义招募 做最好的准备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就是这一款鲑鱼松蛋卷 抓住顾客的味蕾 香 脆 咸 甜 四种不同口感在嘴中化开 令人惊喜又满足 回顾这间店的原因 也是因为蛋卷 生在基隆就是要吃到 这么道地的特产 说说脆脆也很顺口啦 蛮喜欢吃它这个蛋卷 它这个酥脆的口感中 带有一点海味 然后还有一点淡的淡香 我是使用蛋白去制作的 就是比较健康一点 因为把蛋红拿掉 在里面搭配那个鲑鱼松 甜咸甜咸的滋味 另外也很受欢迎的海鲜咸塔 搭配基隆锁管和吉菇拉 外酥 内鲜嫩 一口咬下满是基隆的鲜甜味 表面烤得非常的有气质 烤得非常输松以外 它结合了我们基隆锁管 里面有小卷 每一口都有满满的海鲜的味道 使用那个我们在地八斗籽的小卷 然后还有虾子 跟一些蔬菜去做成的 然后搭配那个基隆很有名的吉菇拉 好吃又充满基隆特色的甜点 是店内超人气商品 海鲜咸塔及鲑鱼松蛋卷 融获基隆好物 利益很感谢市府将基隆好物 带到外线市参展 引进不同的商机 我还推荐了我同事来购买蛋卷 当伴手里送给同事 在那个华山轮创那边 有买到一盒 那吃着觉得蛮惊艳的 然后就是下午就打电话来说 要三十盒 就是新鲜的滋味 让顾客再三回容 创业十年 年年都会研发新口味 其实客人都会常来嘛 那他也希望说吃到新的东西 搭配一些不同季节的水果 下去做一些创意的 还有超爱甜点的顾客 周周从台北来报道 我住台北 我都说1579来吃甜点 有时候一个礼拜来了三次 他就爱上他们家的 去别地方吃好像没那么好吃 给人恋爱滋味的柠檬塔 馅料超级扎实的葡萄塔 还有与咖啡豆结合的巧克力 每种甜点的手作都展现创意与梦想 水果也融入咖啡中哦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柠檬咖啡 是朋友介绍的 喝了之后蛮惊艳的 觉得无敌好喝 用的是自家种的新鲜柠檬 它是属于香水柠檬的一种 我们是使用现炸的 不使用那种浓缩的原汁 喝起来那个香气会比较足 用扎实的功力 打造咖啡与甜点的梦想王国 在家人的支持下 传递满满幸福的好滋味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画面上是基隆灯塔教育节 规划在鸡港大楼二楼的教育论坛 由国立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 系主任刘惠美担任论坛主持人 邀请基隆市长谢国良 跟有特教实务经验的 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林子健 与新北共疗国小校长杨小梅 担任讲者 共同讨论对于特殊教育未来的愿景 由于小爱爸爸谢国良走过一段辛苦的历程 特别从家长的角度出发 呼吁各界对于特殊教育 要走向融合跟同理心 今天的特教论坛非常有意义 那我们有在分享如何把特教孩子 跟一般孩子做更好的融合 那当然教育的内容的确会有一些不同 但是主要那个环境我们是要倡导 然后要让跟一般的孩子能够了解 他们应该要怎么做 可以跟特教孩子融合 那我举我在三年前办的小爱公益乐园 是给特殊孩子来玩 但一般孩子如果来玩 就要共同的去理解跟接受融合 这样的概念 那这融合概念就是 你必须要有一个时段 是设计给特教的孩子 然后你要让这些其他参与的人 了解到他们是这个环境的主角 那只要有了这样的体验 即便回到了一般的教育环境等等 有了这样的体验 我相信家长也好 学生也好 就能够理解他们的工作 当碰到特教孩子的时候 是如何要去做 我觉得孩子还很多孩子还小 所以他们不一定了解 他们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要靠环境 协助打造出一个更融合的环境 也就是我所提倡的有爱的一个环境 分享过程中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也期盼融合教育 能逐步落实在基隆各校园中 我也拜托各校的校长 有机会的话 多体谅一些这些特教的孩子跟爸妈 然后可以在小小的一个时段 帮他们设计一下 绝对不是说全面性而且全天性的 但是一些特殊的时段 能够有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 是以特教为主一般为辅 这样子的环节设计出来 而且执行下去以后 即便你回到了主流的教育环境 家长跟学生也会有比较多的体认 这是来自于我个人的 生活经验的分享 希望能够对我们未来 打造特教环境有点帮助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也积极推动特殊教育政策 包括辅导全市幼儿园 国中小学有专任特教老师 教育处也规划争取冲牙肌 帮助特教生牙齿保健 未来也将持续将基隆 打造成共荣有爱的教育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等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不要固定清醒 电池 阴气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它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也得省下不少电费 老家电炮换了LED 省电 省钱 有点亮 哎呦 真厉害啊 基隆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留几层啊 先例版的委托行咖啡 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卫姐妹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胃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际网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便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请不吝点赞订阅